记者吴正峰台北报道,警员王洪文担任高雄林园分局行政组寻佐师,涉收受贿款160万元包庇电玩业者,被一贪污治罪条例判刑18年半确定,虽然他已退休,但工程会认他违反职务收贿,重创公务员连结形象,日前在判撤职并停滞任用4年,全案确定。 2010年到2016年间,王洪文负责查七辖区内的赌博电玩,却收受6件电玩业者行贿高达39次,金额160万元,被一贪污罪中的违背职务收受罪起诉,官司期间,他评调报案大队小队长并申请退休。 王洪文与业者间有个黄姓白手套,每个月逢25日,王南就会开车去载黄南,在车中收取6件电玩业者转交的汇款,书不知早就被捡,连,吊钉上,搜正齐全。 王洪文因此也被重判18年半确定,工程会指出,王洪文身为执法的警务人员,竟为被职务而受贿,除了触犯刑法法律,也为公务员服务法第五条公务员应清廉之旨。 属于公务员执戒法第二条第一款定义的职务上为施行为,工程会认为,王洪文行为重创公务员清廉节操形象,为了维护公务纪律,又予以执戒必要,而根据刑事判决等相关资料,沈卓才收受贿赂次数与金额,判撤职并停止任用四年为适当。